离别的人留不住,真心已去,留住人也什么用,很多人在腿外的感情前彻底倒戈了,他们不再相信爱情,为了自己的事业不断拼搏,当然这也拒绝于人,有些人可以做到,有些人无论如何都做不到。 能够看破红尘固然好,那样一心只为工作,埋到骨盖中有收获,然而有些感情香得太深,对方的离去让自己无心工作,成天期看着对方能够回头复合,他们仿佛以感情为失,要是没有这段感情他们很难生活,爱情带来的动力,可是使他们度过任何艰难万险,他们比谁都渴望对方回来,要是眼下有一个机会。 他们绝对倍加珍惜,这就是情的魅力,今天就让我们看一下,这些念力不忘就感情。 日子夜想前任归的星座,十二月上旬等来了,双子座,双子座人失去一个人时不懂什么是感情,而失去一段时间,他们就明白对方的重要性,感情余温的保留让双子座人不能自拔,他们无法说服自己,忘却上一段感情。 即便眼前白要追求者,他们也毫无兴趣。 十二月上旬,双子座人日思夜想的事情终于发生,他们看见前任归来的身影,心中收不尽的喜悦。 这段时间,他们的生活犹如面壁思过一般,对方的回来,让双子座人再次燃起生活希望。 双鱼座,双鱼座人把爱情当作水,这是他们离不开的地方,对方的离去就像鱼缸没了水,而水是自己真情的眼泪。 他们感觉接下来的生活妙无头绪,脑子唯一存在的东西就是前任,他们太过曾经的感情。 在当下痛不欲生,十二月上旬,双鱼座人攀回了前任,他们最渴望的人回来了。 鱼儿再次回到水中,他们仿佛经历了一场劫难。 看着对方归来的身影,双鱼座人还是流下了眼泪,他们有着太多的委屈和激动。 巨蟹座,巨蟹座人在感情中有点热人宰割,退步的做法和权力的付出,让他们在失去感情后,变得游心忡忡,仿佛生活并不能给他们带了快乐。 这样的心态持续,保持带了的只有各种消息,他们无心工作,无心照顾自己。 十二月上旬,巨蟹座人突然碰到对方和自己求和,他们感觉自己在做梦。 这一场别理由回头,让巨蟹座人少有不敢,他们既渴望又退缩,终究纠结的内心还是艰难了对方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